记者洪素京台北报道,方又欣早因被义务堆满房间而感到阿杂,便趁着宣传迷你专辑空档时和好友林雨轩举行二手义务拍卖会,想不到在好友群组里引起共鸣于紫玉、秀琴、梁依珍、杨敏、楚威风也是房间爆炸族,决定六人一起合办这次的二手拍卖会。 会议取名,艳势但不苟活二手衣。 方又欣、林雨轩、于紫玉、秀琴、梁依珍、杨敏、卓亦风六人在这半个月里共整理出将近十箱衣物,彼此在过滤胎卖品的同时才发现不是没穿过,吊牌还没拆,就是连包装纸袋都还原封不动的。 雨轩说其实不是艺人爱买或浪费钱,有十天够来的东西只是为了一场商演或一个戏剧表演就买了,但最后可能派不上用场或被认为不合适。 所以,此次拍卖的活动时间是在四分之二日下午十三点三十分开卖。 仅此一天,有非常好交情的六人都笑说趁着过年前向半个尾牙与所有前来的客人通乐。 非常欢迎有兴趣来挖宝的朋友们到场搜刮好物哦,方有心就好友办二手拍卖会,方有心提供。